曾经作为茂林观光经济弥漫的多纳温泉 在经历巴巴风灾的缺产之后 至今区内观光都不及当年盛况 而今年代表会跟公所就针对复苏多纳温泉产业规划可行性 新闻到市府单位 但从109年新闻到现在 仍找不到主则机关来进行后续的审查作业 为此议员范志清就召集跟相关单位进行讨论厘清 即便我们有发出这么多的一些公文资料 包含刚刚提送给议员这边的一个书面的公文文版的一些资料 也有提供给很多就是局处上面的一些回复函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是都没有一个单位 愿意去承接我们这一个部分 然而最大的癥结点就是土地使用 到底要变为有期用地还是特地目的食言用地 一旦确定了用地规划 组的单位也随之定案 而针对这个问题高雄市观光局就说明 在去年九月相关单位就已讨论过 而高雄园民会则回应 若要以温泉公园形式经营 全则应该由观光局来负责 但议员强调高雄园民会作为主人的后盾 应该要主动积极处理 当时候有盐民会观光局法治局 当时是在全国民长那边开会 所以当时盐民会也有出席 也有出席 我们也是配合出席的机关 他当时做什么就是我当他去做报告的 如果说他要变成之后的用地 一类别是游泉用地 就是有关这些来方的用地 就是做完的情况 那如果是这里的用地 那就回归到一定会去了 因为我看是多纳温泉公园开发 那它现在这里是生命用地 那如果用游泉使用的话 是不是在一个非都的土地使用环境的 一个全程的一个划分表里面的话 那是不是如果是以游泉用地来使用的话 可能就是会变成 直辖市县市的主管机关 有可能会是公务局 原民会你责武旁贷 因为你毕竟是我们原住民地区的 一个主管单位 所以我要求原民会主动 把这件案子接收 重新整理相关的问题 厘清之后再跟议员做报告 议员也说明 目前先请高雄原民会 将过去族人提报的相关资料 整理并提交到议员办公室 就会全力协助监督负责单位 相信在明年初 多纳温泉的复苏计划 会有更明显的进展 人生老包子高雄市采访报道